澳大利亞當局說西南部新南威爾士州發生多宗山火 燒毀了色尼附近的大約100間房屋 並造成一名男子死亡 有關僱員在星期五說大約100處山火仍然燃燒 反常的高溫天氣和大風助長火勢 目前還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山火未有得到控制 在星期四幾百人在色尼郊區的疏散營過夜 星期五氣溫下降 但有關官員說局勢仍然很危險